所以我們看到英文這麼多年真的沒有什麼變 起碼你那種不甘心的決心是不會變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土生土長 其實在1997年之後 我們自己已經是估計到香港未來 共產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我從來都不相信的 我記得我在80年代草擬基本法的階段 我都寫了很多文章 那時候我都在報紙上寫社論 又寫專欄 我們評論這個所謂中共對香港政策的時候 我們都是有一個問號的 這個問號就是我們對中共的認識 對共產黨本質的認識 所以我從來都不相信 這個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這個承諾是會實現的 它一定是變形走樣 絕對不能行穩致遠 現在很流行說行穩致遠 一定不可以行穩致遠 你看到1997年之後一連串的變化 你就知道了 譬如說香港人 如果你看那本《基本法》 《附件一》《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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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行政長官和這個立法會 最終都是有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2007年搞人大決定 讓你2012年沒有雙普選 好了 到2015年就整個831決定 就搞到香港普選遙遙無期 這個更慘 是遙遙無期 為什麼會遙遙無期呢 他講明的 這個831決定 然後變成這個政改方案 就是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 只是解決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 就是說 有一個提名委員會 然後經過篩選之後 篩選了那些候選人 給你香港人一人一票選 那你有篩選 然後給我們選有什麼意思呢 不是我們選的 所以這個就是 當時反對派 包括我們在內 我們當然是投反對票 那他們那時候就說 這個831決定就說 如果行政長官這個選舉辦法 通過不了的話 立法會就不會全面改選 那就是說 831決定 就令到你 整個香港的政治發展 是遙遙無期 是吧 連時間表路線圖都沒有 是吧 那就是你就看到了 是吧 那究竟是誰扭曲《基本法》呢 最近是這個《基本法》頒布40周年 那梁振英作為這個政協 就是這個副主席 他就發表了一篇演講 就在那裡批評 香港有些人包括外國勢力 就是扭曲《基本法》 那我就真的覺得 這些是賊喊觸賊 怎麼扭曲《基本法》呢 正如我剛才所講的例子 04年人大釋法 07年人大做一個決定 2015年人大又做一個決定 全部都是去扭曲《基本法》的 是吧 真正扭曲《基本法》的 就是你中國共產黨和那些就舊 和香港這幫奴才 是吧 就不是我們這些人 譬如你說扭曲 你可以說曲解 你們曲解了《基本法》 那這個就是我們對《基本法》的認識 但是你說扭曲《基本法》 那個行動是你們做的嘛 你是有具體的行動的扭曲《基本法》 我們講的嘛 是吧 所以你看到97年到現在 這二十幾年現在差不多到一半了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的 我們這些年紀的人 2047 我也都未必看得到 但是年輕的一代 譬如現在這九十後 千禧後 2047關不關他們的事 當然關他們的事啦 是吧 喂 2047關他們的事 那它現在為香港的前途 提出他們的願景 包括說你要回歸這個《基本法》 真正實現港人治港 是吧 重啟政改 有什麼錯呢 請問 是吧 因為跟他們有關嘛 跟我沒有關的了 我都死了 是吧 長命一點 可能都未死都已經是 睡在病床也好 根本思考也有問題 但是我們的下一代 2047關不關他們的事 是吧 當然關他們的事 現在差不多去了一半了 是吧 所以你看到這場運動就是這樣 這些是吧 起碼都是做得不開心的 但是它現在這個所謂 整個管治團隊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因為我和他們都很熟悉的 質素很差 真的 你看看張建宗怎麼做政務司司長 這個人 是吧 他以前是勞工處處長 我們認識他的時候是勞工處處長 做他做勞福局長的時候 做八年勞福局長 我在立法會八年罵他八年 是吧 就是完全沒有創意 又沒有彈性的做事 你明白嗎 就是現在那些全部都是的 你是什麼來的 就是財政預算案派過一萬元 要到今年九月才可以派呢 有幾難呢派過一萬元 是吧 就是幾十萬一個月養一班全部都吃失 不是老生草的 不懂鑽彎的 是吧 就是等於現在你量的那些 所謂抗疫的那些 怎樣發 怎樣的那些 都跟著都搞什麼都搞的 有時間搞的 是吧 你代僱主去出一些工資 那怎樣發放呢 又有工強積金啊 又有填表啊 九十幾樣 所以很多時候你看到 就是那個 以前英國老統治的時代 那個民官制度那種 所謂廉能政治我們叫做 高效率又廉潔的 這種所謂公務員的傳統 全部打破壞了 教程中文化 是 極心 挑 ass 我們 Eh 是